我今天要來挑戰 從芙蓉騎腳踏車到馬剛 沿路吃美食 你看左邊就可以眺望太平洋 看一下這一望無際的海 真的是感覺到心曠聲音耶 心情真的是會非常的好 據同事說呢 這個就是青苔嗎 我們現在在吃的就是他們的 金槽或軟槽 脆脆的 有牙齒一咬 整個在我嘴巴裡面口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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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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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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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雞 大家好 我是白獅公主A減痴痴 我今天騎了個大早 車程來到這個地方一個半小時 比去新竹還遠 這裡就是新北市的貢寮 我今天要來挑戰 從芙蓉騎腳踏車到馬剛 沿路吃美食 Follow me 你看左邊就可以眺望太平洋 看一下這個一望無際的海 真的是感覺到心曠聲音耶 心情真的是會非常的好 今天的目的地是馬剛漁港嘛 如果說你今天騎腳踏車 你真的騎累的話 你中途還是可以來到這個卯澳漁港 你們有發現嗎 這個村落裡面 基本上都是用石頭蓋成的屋子 為什麼不是我們印象中的紅磚塊呢 因為其實早期還沒有所謂的冰海公路嘛 如果要搬運磚塊的話 其實是蠻不方便的 不好意思 居民呢就只能就地取材 那這些石頭呢 基本上就是海岸旁邊的沙岩 你有發現喔 他們這個石頭非常的厚 因為它其實 因為是靠海的關係 它為了要阻擋很大的海風跟浪 所以它必須這個石頭的牆要非常非常的厚 嗯 還有阻擋這些恐怖的標寨 那其實馬歐漁港這個村落 它已經有一百六十幾年的歷史了 那後方這個 它真的算是古蹟了 另外看到它有辦法蓋到兩層樓高 是因為這邊早期雨衣還蠻興盛的 所以算是有錢人家啦 然後後方呢 也有很可愛的三合院 如果說你們對老通有興趣的話 旁邊也有橋虎跟柯南 就有點衝擊 到了 劉海放飛自我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後面是什麼 太平洋 在台灣的東邊 而我是戴平洋 真的太熱了 我就覺得我一直勞過 然後我這邊鼓勾啊 就是一直有水滴下來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我這樣知道 你有鼓勾嗎 第一站呢 我們來到的是 海景第一排的餐廳 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它竟然有檳榔花這道菜 檳榔可以入料理 你們有聽過嗎 吃起來就是筍絲的感覺啊 而且很脆耶 不行 這個是太曬了 我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了 不怕曬美肌氣墊霜 它看起來是氣墊 但它還能防曬 欸 你的防曬真的蠻好的 因為我臉都紅掉了 如果說是有這個的話 我就可以隨身攜帶來 可以補 我們補完等一下下一站出發 我想要帶你們喝好喝的石花丼 好棒喔 你這次好麻煩 你們有帶錢吧 我帶不夠 中途來到香蘭中繼站 這就是交易的無人商店 可以吹著海風和石花丼小吃一下 打卡送神秘小禮物耶 哎唷貝殼耶 我很喜歡去海邊撿這些有的沒的 然後你可以聽聲音 你以為你是小美人嗎 哈哈哈哈 石花丼呢其實就是石花菜做成的 石花菜呢主要是分布於台灣的北部或東北部 它其實裡面就是有膠質啦 也附有膳食纖維 以中醫學來說啦 可以清肺之外呢 還能降火氣 你在消暑的時候其實非常適合喝這個的 不一樣的石花丼 雖然我還是不太知道不一樣在哪裡 哈哈哈哈 好青春喔 幸好有一些腳踏車不是那種 都會很尖嗎 有時候是都會刺到妹妹 就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平常沒什麼在刺 欸 包什麼零件掉了 前面有吃的 前面有吃的 吃飯飯 我要來吃老闆的乳鮑魚 藥膳鮑魚 我怎麼拔不起來 老闆我拔不起來耶 它很緊耶 哇好脆喔 肉很厚 裡面有淡淡的中藥味 大家在食用鮑魚補鮑 然後這個是老闆 叫我們也常常看的九孔 比較小的關係 所以咬起來更脆更入味 你們一定不知道九孔跟鮑魚其實是不一樣的 九孔就是小小顆的 然後它的氣孔比較多 鮑魚的氣孔比較少 吃那種板的啊 上面不是那種一盤一盤的嗎 其實就是九孔 那印象中其實都是澀澀的 比較乾 但我剛吃覺得這邊的這個九孔 很脆耶 而且非常的入味 吃太大食了 等一下等一下 讓你們看一下 剛剛在毛歐漁港沒有拍到的 這個就是曬石花菜 那你們知道石花菜是怎麼來的嗎 你們知道什麼是海女嗎 看韓劇啊 那種海邊的漁港啊 才會出現的一個職業 你知道其實台灣東北角也是有的喔 是因為之前早期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技術傳來給台灣人的 就會下去的人補一些什麼海膽啊 貝類 潮間帶的部分的話 就會抓一些石花菜上來這樣 上個月本來要來這間店 電話先問有沒有味 老闆娘還強調啊 雖然石頭湖沒有冷氣 但店內又善不會感到悶熱喔 對啊 為什麼 這個聽說是來這間石頭屋咖啡屋 一定要點得神奇的石花凍涼麵 而且你不覺得這看起來很像那種 我們在吃那種剉冰片那種粉條嗎 近看又有點像冬粉 很像在吃很細條的果凍 滑進去 有冰冰涼涼的就從你的脖子這邊 然後慢慢的經過你的胸部骨溝 然後再進到肺裡面 基本上我們會穿那微微死到 是 吃起來是酸酸甜甜 來這邊你一定要吃 因為真的現在天氣很熱 真的非常消暑 入口即化 怎麼樣是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很特別 很古溜 那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好像浸到你的脖子裡面了 我覺得很消暑 我覺得很消暑 而且不少黃瓜配的也很好 不離譜 日視料理餐廳會看到的海中藻類 葡萄般的外型 抹茶般的深綠色彩的海葡萄 要拍嗎 不要耶 不要耶 別說 硬撩 硬撩 還先撿進去 不要耶 我跟這個一定要撿進去 好脆喔 有 我有聽到那咯咯咯咯的聲音 很像在吃那種魚卵 脆脆的 有牙齒一咬 整個在我嘴巴裡面口爆 烤過的九孔包 這邊指的九孔包啊 是指說 我們沿路上都有看到 貢寮這個地方啊 它滿多養殖漁場的 那養殖漁場的話 它其實就是養九孔在裡面 是改良過的 所以俗稱它叫九孔包 它的外型呢 沒有九孔那麼小 又沒有鮑魚這麼大 嗯 也是脆脆脆脆的 因為表情好餓 所以它口感會有不一樣的變化 我都不知道 海鮮聽不懂的 你在講什麼 然後因為可能是 有醬油的關係 整個又把它的味道 又有提出來 同時你們都覺得 吃這個九孔包 味道感覺更新鮮 希望它們的海鮮 也可以補得很鮮 為什麼要特地來這邊騎腳踏車呢 因為我看了一下啊 其實蠻多人都去巴黎或淡水 已經介紹過美食了 可是這個地方 就算是比較冷門的 那我就想說 還是可以帶大家來這邊看看 因為上個月 我偶然來這邊補海鮮嘛 就覺得這裡也太漂亮了吧 然後我會盡量把風景 拍得美美的 你還可以配美人 如果大家真的有 因為這支影片 願意來這邊吃美食的話 也是挺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 哇哇哇那邊好漂亮 大家真的可以來這邊 出腳踏車騎 哎呦 喔喔喔 怎麼那麼晃 喔喔 我的妹妹 喔喔喔喔 欸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決定要來這邊看看有沒有海膽 有海膽 有嗎 我等很久的馬糞海膽 就很像是馬草在上面 我們現在在吃的就是他們的 金槽或軟槽 嗯 味道非常濃郁 口感很潤滑 試一下這個海菜 據同事說呢 這個就是青苔嗎 老闆說的 可能是因為有加蒜跟蔥的關係 我覺得好香喔 喔 它外皮是酥脆的 裡面有點Q欸 很像海苔摻了一點麵粉 所以才會有QQ的感覺 那這個麥尼呢 喔 麥尼其實就好像吃炸土多餘根的感覺 我終於最後一件吃到我心心念念的海膽了 我們可以回程了 回程前還是要記得補防曬 磁吸式開蓋 防曬不會沾手 也不會卡美甲 是四合一的功能喔 有氣墊防曬 還有物理系防曬 還有隔離跟潤色美肌 有看得出差別嗎 我一半是有上氣墊霜的 另一半完全沒有 雖然我皮膚看起來已經非常的好了 但是還是看到我這邊過敏的瑕疵 可是呢 我另外一邊 輕輕一拍拍拍攏拍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而且也很透亮 好像透了一層濾鏡一樣 重點是非常保濕 它有隔離的效果 外面在頭這樣燦爛爛 從外面回來之後洗完澡 我的臉還是好好 可以看得出差別嗎 我沖了一下這個氣墊霜 真的很防水 我就直接實測 沖水給你們看 一鏡到底 看一下有沒有奶水 沒有奶水 喔這可以補 冷箱可以補欸 欸太扯了吧 你知道嗎 奶水只有我胸前才會有 欸你不對啊 因為我現在乳腺又沒那麼發達 我還沒有那個 那個 好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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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採先拼拼那種在講什麼 我現在來測試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防水 好緊張喔 不論是要睜開還是閉起來噴 閉起來嗎 什麼問題 噴到鼻孔裡面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水滴 是不是透明的 非常的防水 上面完全沒有顏色 粉也沒有掉 我還是一樣很漂亮 普派曬美肌氣墊霜有自然色 跟白溪色兩種選擇 隨後都有附四色體驗包 就像膠往前啊 也要先試車 啊不是怎麼會知道合不合適 到時候用了 啊就覺得說喔好像不適合啊用不到 那怎麼辦呢 啊反正不適合呢 都可以換色或退貨 我是使用自然色的 七月初去澳洲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使用這一個氣墊霜 我覺得非常的自然 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你平時沒有好好的防曬啊 做再多的保養或醫美 都是浪費 最重要的是出門在外 有一顆不沾水又清透的氣墊防曬 非常的方便 一定要記得 現在在回程的路上 怎麼覺得好像回程特別的久啊 可能是因為去程的時候 我們沿路都有停下來吃吃喝喝 之前週末來的時候 真的就是馬剛雨港到烏龍的這一段區間 真的是塞車塞到爆 所以如果你是週末來玩呢 反正是騎腳踏車會比較快 然後也可以這樣沿路的玩回去 好的 天色都快暗了 走 走 那個是在下雨嗎 你看一下那裡 大暴雨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還車的地方耶 希望不要下大雨 好了 我們終於來還車囉 是不是 我今天還特地跟他穿一樣的顏色 不怕曬美肌氣墊霜 用了一整天 欸我騎車騎那麼辛苦 我有脫妝嗎 沒有耶 你現在皮膚裝看起來是很好 而且重點是沒有曬傷 因為我這個人超容易過敏跟曬傷的 只要曬到太陽 我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 然後會癢會想去抓他 上次我不是遊樂園拍嗎 如果回來我真的就曬傷了 但我目前為止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不知道你們今天覺得東北角 共聊一日遊感覺怎麼樣 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找一點來 然後停留久一點 那如果說天氣允許的話 甚至還可以來這邊海女導覽啊 還有一些生物館啊 都可以去參觀的 好啦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 記得看個隨便 訂閱頻道按讚粉絲團 就讓你去底下留言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我想問一日美食 還是要騎腳踏車嗎 當然要啊 不然要怎麼吃美食 騎車也可以啊 開車也可以 走路也可以吧 走路不要